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知识会 我是你们风趣幽默的主持人小文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防片小知识 如何识破那些看似完美的假黄金 避免背上加坑片 这个话题非常实用 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购买黄金饰品的小伙伴们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假黄金 它外观看起来几乎和真黄金一模一样 甚至在很多测试中表现的与真货毫无差别 这种材质真是假的让人心服口服 你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结果你会发现漆面内外都是一样的金黄色 里外一色 这种材质吸铁石不吸 放入水中直接描成 通体金光闪闪 让人不得不佩服这高仿技术 你以为它怕高温 错了 即便用2000度的高温将它融化 冷却后 它依然恢复成通体金黄的状态 简直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和黄金打交道 这些假黄金的成本非常低 每颗只要5元 而且还具备很多真黄金的特性 很多不良商家 就是利用这种材料冒充黄金来卖 这些廉价材料制成的首饰 往往只需两位数的价格就能买到 而它们的表现却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买到了真金 假黄金还有一个优点 虽然是骗人的 它金的起火烧 颜色不变 外表依然金光闪耀 哪怕把它烧红后放入水中 稳缺下来 它依旧是那一片黄金色 毫无损伤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完美的伪装者 避免掉入假黄金的陷阱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种假黄金的实验室品吧 这种材质它不是黄金 切割机把它切开 切开也是重现通体的金黄色 另外一色 这种材质吸铁时不吸 放入水中直接描称 即便是用2000度的高温 把这种材料融化成水 也是重现黄金色 这种材质它不是黄金 但是它具备黄金的很多特性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商家呢 拿这种材质冒充黄金去售卖 这种的材料首饰只要5元每克 却重现的都是通体金黄色 同样这种的材质用火烧 火烧不变色不掉色 用这种的材料做的首饰价格非常便宜 只要两位树就可以买得到 千万要当心啊 我们放入水蒸笼取瓷 刺得非常烫啊 风吹过后给咱们看一下颜色 没有任何一点点改变 好了今天的收藏家的知识会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购买过程中能更加谨慎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评论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揭秘更多生活中的防片小知识